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不晓得大家的天气是否跟小编这里的天气一样 室外温度低,还下着雨,真的很容易感冒 我家的小宝就从4月开始咳嗽 从那之后我就会给他做这款白萝卜生姜汤 煮一锅全家可以喝 这个方法适合各个年龄段 但是小编在这里有几个小事项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在吃药的时候不要加生姜 其次建议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可以一次喝30-50毫升 半岁以上最好能一次喝50毫升以上 其实如果家里有保温瓶最好 这个当水给宝宝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姜丝加的多蒸出来会比较辣 所以刚开始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第一次蒸少放 如果没有一点辣味 第二次就可以加多一点 这样的尝试你就可以拿捏的更好了 那么小编来先讲解一下 白萝卜有什么功效呢 白萝卜具有下气消食 除痰润肺解毒生经和中止咳力大小便 主食可治肺胃肺热可血气脏食字 饭食不消化痰多口干舌渴小便不畅等问题 那么小编在这里先将白萝卜切成一小段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加多一样材料 那就是生姜 我们将生姜去皮切丝 尽量切得越细越好哦 小编先将我们的萝卜切成线 这样蒸的时候也会比较快熟 接下来我们将切好的白萝卜放入一个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以切好湿的生姜 最后我们倒入适量的水 水的份量我们将它淹盖过我们的白萝卜和生姜即可 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将我们的这碗白萝卜和生姜放上 将它蒸熟 我们盖上盖子 开火 将它蒸熟哦 不需要加油和盐 因为盐高温加热不好 可以在蒸熟后加入少量的食盐或者是冰糖 记住蒸熟后去掉渣 只要里面的汤水就可以了 蒸熟后我们即可关火 接下来我们将渣去除 在这里小编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温热的时候喝 不要喝凉的哦 饭前饭后喝都可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要放过多的生姜丝 否则蒸熟后水辣刺喉咙 第二千万不要加油 第三最好是温热服用 一般轻微咳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服用最好 一次就能见效 严重的话可以连续喝多几次 如果把生姜丝挑出来 白萝卜也是可以吃的 对于轻微的患者 基本上连续喝两天就可以见效 咳了很长的时间 至少要连续服用一个星期哦 但是一个星期中 情况应该是持续减轻 热咳一般是干咳 很少有痰 这种情况不要加生姜就可以了 而受寒有痰 严重的痰而且还很浓 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服用 这款水小宝宝也是可以饮用的 不过分量只在于30至50毫升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款生姜白萝卜水 可以帮助到大家缓解咳嗽的问题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哦 谢谢大家 再见